先起中共政坛地震的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 即将在山东省济南中院审理 那么最近海外的亲共媒体 抛出薄熙来犯罪的多项惊人犯罪事实 推翻了此前中共定下的六罪减三罪 受贿2500万的轻判罪证 评论认为中共高层博弈达成轻判薄熙来以后 江泽民势力仍然作乱 蠢蠢欲动 从而迫使习近平要利用薄熙来的人头立位 近日海外亲共中文网站不断抛出 中共一直忌讳的薄熙来政变失败的核心罪状 并且还疯传网络 另外海外最新消息爆料指称 薄熙来在北京拥有北京桃燃亭公园 东门对面和北门的两处房产 一栋就价值三亿 8月2号香港苹果日报还引述消息说 薄熙来和亲信借助官位取得巨大财富 已向海外转移数十亿美元 报道还披露 薄熙来的第三处物业开来宾馆 则是薄家用来秘密关押一己的地方 薄熙来被审判之前 这样的消息被抛出来 一方面我们可以认为 中共高层有人希望薄熙来死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的话 这样的消息也恰恰反映出了 希望薄熙来死的这股力量的无奈 如果连个三亿多的房子都要出口转内销的话 薄熙来会怎么判呢 大家心里应该就有数了 我认为习近平想想树立行为 有可能要借助薄熙来人头 杀薄熙来震慑地方租头 那是对他有好处 关键就是看习近平的手腕是硬不硬 外界舆论一直认为 薄熙来是江派既以最大希望的接班人 江派最希望薄熙来活下来 承传其杀人香火 中共宣布薄熙来公审后 江派势力蠢蠢欲动 力搏薄熙来免于死刑 分析认为 中共为了维持其执政合法性 一直不敢公开 薄熙来为了讨好江泽民 大量掠杀法轮功学员 活摘器官 盗卖尸体的惊人黑幕 薄熙来可以说是中共最典型的代表 现在政府好像是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但是如果不能抛弃中共这个体制处理问题的话 这些所谓的权力也是要被大胆折扣的 真正的这个大老虎恰恰就是中共这个体制 薄熙来可以看作是一个胡子 有人既想要保护好这个大老虎 同时呢又要在这个大老虎的保护下呢 宰杀胡子 这怎么可能呢 习近平作为新任的军委主席 8月1号晋升了6位将军 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是为了防止政变 强化政治同盟 原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成为当局正在围剿的对象 继大秘郭永祥落马后 8月3号又传出 周家的亲信吴冰 为周家侵吞了数百亿国有资产 在逃离北京时被捕 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古俊山 是江泽民 曾庆红 周永康 这条贪腐链在军队的体现 2012年初 古俊山免职后 8月2号 军方首次公开谈及古俊山的贪腐问题 随后被中共官方媒体大量报道 同时 古俊山的弟弟古宪君也正在遭到警方往上追逃 外界认为习近平面对江系在薄熙来问题上的挑衅 此时抛出古俊山和周永康暗藏杀机 北京时政观察人士华坡认为 薄熙来即使不判死刑 也不会活着走出监狱 我想习近平也不会让薄熙来活着走出监狱 当初四人帮王洪文进监狱的时候是30多岁 身体不错 但是他却在监狱里边他是最先病死的 信纪元周刊曾报道 中共解放军总后勤部是活摘器官的核心机构 作为时任总后勤部副部长 古俊山难辞其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